刚才习舵部63页 第五题 两个不定积分的题目啊 两个不定积分的题目 我们看第1小题 s平方-12x加11 谁微分是s平方 1 3分之1x3次嘛 谁微分是-12x 是6x平方 你如果看不出来一样 这边啦 你看不出这6x平方 12先放在外面 专心找那个 谁微分是12 专心找x 1 2分之1x平方 谁微分是x2x平方 对 然后再把它相乘-6x平方 然后常数这样就补他个x 扶他个x 扶他个x 这样就对啦 这样你可以给它微分看看 这微分往前乘 是x平方 那这张微分是不是-12x 这微分是不是升西数11 就对啦 这第1小题 你就知道我写的抄一抄啦 那这6x平方怎么来的 就这边有解释 第2小题 s平方乘到2-x 那简单又乘进来嘛 乘进来变两项啊 变成2s平方-x3次嘛 变成2s平方 那谁微分是2s平方 你可以把2放在外面 专心顾x平方 是不是3分之1x3次 3分之1x3次微分x平方啊 然后这个相乘一下3分之2嘛 x3次 那谁微分是x3次 4分之1x4次啊 就你次数加1 前面摆个导数啦 把它约掉 懂吗 3加14前面摆个四分之1 那这s平方 2加13前面摆个三分之1 懂吧 把它抄一下啊 就写我蓝笔写的就行了 这一瞬间摆个四分之1 就好像这个点准备很大 这一瞬间摆个四分之1 应该是一瞬间摆个四分之1 也不过三分之1 这一瞬间摆个四分之1 这一瞬间摆个四分之1 这样摆个四分之1 大概在三分之1 是下角五分之1 看看五分之2 也在相乱上 过四分之2 就带够了 再进行 这样子 Anto 那先摆个四分之1 这没办法直接看出来就把系数先放在外面 专心要是专心固X 这专心固X平方的积分 这边学会了才能做4-3 4-2再给4-3做准备 也就是多一些数字的计算 就你要先找到不定积分 这边要加CR代表数字 请不吝点赞订阅